我们这个货借是会说 Charging 什么是 Charging 呢? 就是说本身是一个 Neutral 的 object 它因为透过不同的方法 就会变成要是 Positive Charge 或是 Negative Charge 我们将会有四个 Charging 的方法 我们第一个先会说 Charging by Friction 这个 Charging Method 其实是 for Insulators 不知道同学还能分不分得到 Insulators 和 Conductor 的分别在哪 Insulators 其实就是说 有一粒Lukius 电子 是会围着这个Lukius 转转的 而这些电子是不可以 走去其他的地方 一个 Atom 本身是中性 所以 Proton 的数目 就会等于 Electrons 的数目 我们在表达上 就会把 Nukius 就说成为正 而电子就只说成为负 为之一坨 就像这把银车那样 它为了表达它本身是中性 所以它们正负是一定是一坨坨的 为之一个中性的 Atom 例如这一坨 你就见到 这把银车就是中性了 Insulator 里面 电子一定要在 Lukius 的范围里面转 我们就叫做 Electron Expand to the Lukius 因为电子不可以周围走 我们就要靠拄的方法 靠 Friction 希望 将电子由 A 地方 传去 B 地方 就好像这样 我快捕了它 就是这样 捕完之后 你就会见到 这把银车刚才是中性 现在就变成 Negatively Charged 为什么变成 Negatively Charged 原因就是 在你捕的过程里面 电子是增加了 它是拿到 Electrons Electrons 怎样来呢 就是你靠拄的过程 快捕的电子 快捕的电子 刚才 就进入了 这把银车里面 反过来就是快捕了 快捕就是由 中性变成 Positive Charged 因为快捕的电子不见了 所以 它里面就变成 Positive Charged 笔记里面也有提到 如果两个Materials 大家互相去捕大家 最好这两个的布 或者支笔 都是 Insulator 电子就会由一个地方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像这个维尼 有一块的Silker Coff 它就会在支笔 拉走了Electron 即是电子就会由支笔 就会去这块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块布就会多了Electrons 所以它就会变成 负电荷 支笔就会变成正电荷 Charged by Vision 在日常生活里面 都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 因为会带来一些不便的地方 但是有危就自然有机 虽然有不便 我们在之后的课题 会讲一下有什么方便的地方 我们先讲一下什么不好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你有没有试过 抹电视机 如果你抹电视机的时候 你只用一块光布 去揷电视机画面的时候 揷完之后 这个电视机揷完的地方 就会带Charged 例如我可能带了正电荷 例如 我们的塵埃 Dust 其实我说带够一点 其实是带中性的 它是neutral 正和neutral其实会互相吸引 所以你这样抹完之后 反而更多塵 是会黏在你抹的地方 所以你越抹就会越抹茶 越抹就会越糟了 第二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在干净日子 如果你脱衣服的话 你要听到这些 sparkling sound 那些其实是静电来的 好,我们很快就去到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当你走路的时候 这个也是PHET的semination 你和地下有摩擦 你身体里面就存了很多电荷 你这个case来说就是有一个附电荷 如果你有附电荷的时候 你有些地方你去开门 一开门的时候 电荷就有地方走 因为电荷就会透过你的手 就去到这个门瓶里面 就会放电 那你就会被人电 就会电伤的了 我们就会有一个电荷 所以有些同学 或者有些人 在秋天的时候 很容易被静电电伤的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很多方法都会产生静电 你身体里面存了静电 当你触碰同学 当你触碰一些金属 你的静电就会很快地放出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会有耳式shock的原因